大家好,我们的主题是一探究竟,校园减探时间计划 这是我们的目录,总共分为五项 第一个研究动机 近年来各国都在提倡环保议题,也签订了许多协定 但是这和高中的我们似乎有很大的距离 因此我们开发了生活探足迹APP 建制了永续资讯网 研究目的 为了了解永续发展、节能减探、探足机 所以设置永续资讯网和计算机 来分析校园学生的探足机量化数据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分为三种 我们以文献探讨法作为基础 接着实验研究法将学生分成实验组合对照组 进行实测 其中也有遇到研究限制 像是共同产出的碳排以及碳量的认定 最后使用问卷调查法加以分析 主题课程 经济学 人类在追求经济成长的同时 会忽略对环境的保护 商业概论 使用资讯流当中的二维码 数位科技概论 如何利用Photoshop制作碳排计算机logo 专题实作 以Sale减碳计划的统整 程式语言与设计 使用APP Inventor制作计算机 数位科技应用 PPT的操作 网页设计实习 协作平台设计 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过程 我们先拟定研究主题方向 再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 再由小组去讨论 如何设计研究工具 去进行实验 APP开发 我们在开发APP前 会先收集相关项目的碳当量数据 再来我们的logo理念是以绿色的叶子作为健康的地球 黑色的脚印是人类对于地球做出的伤害 我们可以看到页面我们是以实名制来进行 然后同学们把数据都填上去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当周的碳排放量 永续资讯网 我们先利用永续资讯网的首页 让同学们了解我们实践计划的目的 小组为了不让内容感到枯燥 所以利用了五种多元的方式呈现 永续玻璃灾 我们运用DID线上AI生产软体 用比较新奇的方式来介绍永续环境的起源与资讯 生活够减碳 小组以写实的照片呈现生活中可以简单完成的减碳动作 提升同学们的记忆点 永续行动剧 由小组成员自行撰写脚本集 拍摄三个永续环境推广的影片 永续播音员 我们使用Podcasters应用软体 录制四个有关永续议题的节目 并上架自Spotify 生活探足机 同学们在这里可以了解到二氧化碳当量化的数据 我们希望借此可以达到推广永续议题的目的 我们也会建立两个LINE的群组 分别为实验组跟对照组 实验组的话 我们会定时的去上传永续资讯让同学们去了解 实验进行 我们会增进本组实验数据分析与运算能力 并召开校园检探实践计划说明会 进行前测正式实施和后测 实验结束后 我们也会针对实验组去进行问卷调查 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组跟对照组在前测与后测的平均数下 他们的碳排放量都有下降 只是实验组有达到显著的部分 5.讨论与结论 知识本组在实验完毕后 借由表单得知的数据 有86%的学生认为 运用多元的方式推广永续是很有趣的 有89%的学生认为 持续的推广永续是有帮助的 有77%的学生认为 以数字量化碳排更有效力 有86%的学生认为 应将永续纳入课程更有意义 结论 一.借由手机APP来量化碳排数据 二.我们将会持续进行永续议题的推广 来降低生活碳排量 建议 我们建议在校园中 可以运用各种场合和机会 提醒及加强宣导节能减碳的重要性 来改善环境中的碳排量 为地球尽一份心理 环保减碳从你我做起 谢谢聆听